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ck 今天會帶大家來到英格蘭湖區 Lake District 走一下南邊的山峰Dowcrack 和 Old Man of Coniston Dowcrack 東面的巨型懸崖非常險要 深受攀石者的喜愛 而 Old Man of Coniston 則以它的採礦業歷史而出名 在這裡曾擁有全國數一數二的銅礦和板岩石礦 當然我會帶大家走一下石礦場附近 感受一下當年開礦的規模 今天的起點和終點都是Coniston附近的Warnerska Car Park 環回的路線全長10.2公里 總攀升740米 今天的起點為Coniston的Warnerska Car Park 在這裡拍四個小時需要四磅 如果拍全日九個小時就要八磅 今天我們會沿著停車場西面上山 路牌標示為Warnerska Road 停車場已經是大約230米高 可以算是一個懶人的起步點 今天的天氣報告說大約下午的3點之後會出太陽 所以我們選擇了大約1點才起行 在Boo Town右邊會有一條很明顯的路通往石礦場 不過由石礦場去到Coniston Old Man山頂會比較難 navigate 所以我們今天會繼續直行 Warnerska Road為一條中世紀主要的羊毛貿易路線 舊時候商人會把貨物綁在馬上 駝馬由Furners去到Coniston進行交易 看看這裡的路況 很快就會明白馬車未必是一個好的選擇 到達380米高左右會見到Torfa Bridge 或者Ringwright所叫的Cove Bridge 如果好天的話 由The Cove左邊就會見到Dole Crack 而右邊就會見到Old Man of Coniston 由450米高左右的這段路就開始比較斜了 今天的天氣關係未必拍得那麼清楚 不過其實這位已經可以看到長長的Coniston Water的南邊 我每次見到這班越野班車的車手 我都覺得非常之佩服 600多米高 推車上來都難 真是不要小看這些縮縮白白的威力 上來600米高左右的Warnerska 有一個重要的分岔路口 上Brown Pike就需要轉油 如果好天氣的話 可以在分岔路口靠左 走去White Maiden 來回會加多1公里左右 最後上Brown Pike的這段 只有80米左右的攀升幅度 可惜今天這道好厚雲 什麼都看不到 上到山頂就會見到有石堆Cairn去標示 Brown Pike 680米高 可惜我們入了雲層 除了一絲的Coniston Water之外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偶爾在崖邊會看到下面的Blind Town 在迷糊中看到前面有兩三隻羊引路 好啊 我們再上來另一個小山峰 Buck Pike 744米高 來到Dowcrack最出名就是東面的巨型懸崖 而懸崖中就會有好幾條心坑 是Gully 攀石的愛好仔可以經不同的Gully攀上Dowcrack 可以選擇最南邊的Easy Gully 基本上那一堆的攀石路線都是由Goldwater出發 我本人就未玩到攀岩的程度 所以就不太方便recommend任何Roots 在Easy Gully這裏可以見到下面的尖石柱Pinassel 在Easy Gully這裏可以見到下面的尖石柱Pinassel 舖土耳朗 Dowcrack 778米高 Rain rice說這堆石堆不算太過難 只可惜今天天氣不太好 很難 我们继续沿着东北方向落山 在蜜云的时候可以依靠一堆石堆引路 我们需要由770米高的Dowcrack 到649米高的Gothouse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到达了Gothouse的十字路口 我们需要直走上Old Man of Coniston 而这里转右下山就会经过Goth's Water 落到先前的Trofford Bridge 雲晨突然间消散 终于可以看到两个山头了 正式开始走上The Old Man of Coniston 攀升幅度大约154米左右 Old Man在现今的英文通常指为父亲 而字面上就像Coniston的父亲 非常温馨 其实Old Man来自古文Old Man 解作High Stone 而Coniston来自古文Coniston 解作King's Farm 所以其实是解作High Stone of King's Farm 落差都真的挺大 在山尺看到山的另一边的Coniston Water 和Coniston Village 在山尺看到山的另一边的Coniston Water 和Coniston Village What do they use пару? Frog UAE B 大!] LK 迪惑 Y11 根都很容易 Byaban Frog 本猶 G iec C C 803米高 這個山頂有三角網測站和巨型石堆 一個小小卡 一邊重心 和巨型石堆 心想要用的一口 一邊有三角落 一邊有三角落 起床了一邊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一邊有三角落 從這裏直望會見到第二重湖Winder Mare Winder Mare 是英格蘭最長的湖泊 有18公里長 我們下山的位置位於山頂的東邊 這段路是最熱門的登山路線 這條路線大部分的路段都已經鋪設石級 在大霧的時候都可以很方便地撤退 不過要留意靠近山頂的路段會比較Rocky 這條路線主要會沿著山邊 色色地繞下去 在下山的同時向北面望 就會見到兩個山中湖 Low Water 和Livers Water 在後面的Livers Water是加建了一條堤壩 為Copper Mine 和下面的Village 提供食水 下來大概600米左右 就會開始見到石礦場的遺跡 Slack 我們來到Seddle Stone Quarry 最主要的採礦範圍 這個石礦場最主要出版板鴨 Slate 貪玩的我走走到其中一個礦場 到八卦一下 不過這樣我就不建議貪洞 礦洞裡面可能已經是水浸了 我們也會經過其中一個礦場的隧道口 這個隧道口比我想像中小 石礦場一層一層 有不同的建築物 而上面的水牌印有使用的年份 在路上會見到舊area roadway系統倒塌之後 舊降臨橫跨了整個山頭 我們應該來到石礦場的核心樓層 這裡有辦公室 這裡也有機械室 以及將板銀打成一層一層的分石室 在這一層也都見到有路軌 方便運輸 我們繼續下山 這一段路有一個位要需要捐過鋼纜底 非常之得意 在前面到達300米高 左右的時候 會有一個重要的分岔路口 轉左會上回去Levis Water 直走會去到Coniston Town 而我會轉右 向Warnerska Road 今天下山的天氣比今早早截然不同 現在藍天白雲 風和日麗 在這裡最後一段路比較平坦 有輕鬆膠油油的感覺 好 見到停車場了 我們今天走得比預期慢 用了四個半小時左右 可能因為出太陽之後想慢慢欣賞一下風景 Anyway 拍久了 幸好沒有被人抄牌 又是一個超開心的一天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還可以留下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再玩吧 拜拜 掰掰